這個幫我們已經就是放在他的網站上面 當然這個裡面總共你會發現他從那個最新的 比如他又更新了100 這個2021年 12月上禮拜五 的那個最新開獎號 然後禮拜二禮拜五禮拜二禮拜五 每一週就開獎兩次 那也就是這裡面的話總共會有64個頁面 然後從哪邊可以知道 你可以點選其中一個頁面 上面的部分會變更 那也就是說各位可以慢慢要 如果你將來要對爬蟲 大部分其實很多資料 不管是公家的或一般事業 常就是把一些資料開放在 網路上面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這個資料取得的話 特別注意將來可能你會面臨到 類似的問題 當然你可能在第一個 你要了解所謂的網頁上面的一些 像網址 這個叫UIL 這個UIL的話 它就是一個網址 那裡面的話你會發現 它有一些 可能比較特殊的 像 開頭一定是HTTP或HTPS 然後它的網站 網站這後面有一個程式 那程式的話它是一個.asp的一個程式 後面會帶一些參數 那其中的話會改變就是這個 比如說INDAGE PAGE 當然11的話是第一頁 一直推 一直到64 所以呢 其實我們將來呢 主要是 希望呢如果不要 土法煉鋼的話 那我們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你可以快速的把資料給擷取下來 好那當然這個方法 上個星期 最後一次有講到 不過最後還沒講完 那我們就把 後面部分把它 把它完成 那當然我 其實我主要是希望說把這資料 直接就放在 這個Excel裡面 最好當然就是可以幫我做什麼 排名好了 比如說 我希望把那個 歷年來的大樂透的所有的 機率哪個最高 它總會是1到45號 然後你就可以按一個編號 然後再來就機率 最後是排名 然後呢當然最好是可以幫我列出 歷年來 7個號碼 是機率最高的 可以幫我列出來 那 這個部分的話呢 上個星期 最後 我們主要是講到 資料已經把它 假設 下載下來 我們好像是已經講到 這個 在雲端白板裡面 你可以看到 在數學與統計函數這個單元裡面 會有個大樂透歷史資料下載 然後呢 我們 上一次主要是講到 把資料下載下來之後 因為它有一些多餘的東西 還有一些 需要做修正的地方 當然呢 如果圖法鏈剛還是很花時間 所以我會希望說 能夠快速的把 不必要的東西刪掉 比如說 日期列 什麼叫日期列 你會發現 每一次 每一個 Page 它的開頭都有 這三個藍位名稱 那也就是說有64頁 那又會有64個 那當然我只要留一個就好了 後面的話 這些都要把它刪掉 那我想了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什麼 用一個回圈 那回圈的邏輯基本上很簡單 就是一直往下走 只要看到 A欄 裡面的資料 假如是日期的兩個字 那就幫我把 這一列資料給刪除 那邏輯上這樣 那程式該如何寫 其實蠻容易理解的 就是For I 我把這個程式 直接 秀在那個我們 VBA裡面來看好了 我是建議你可以 就是看著程式 然後呢 去對應那個對應的關係 其實程式主要是 用對應的方式 把它寫出來的 那比如說 我把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再把它改 自發放大一下 不然看著 蠻累的 然後呢 這個是把資料下載下來 那其實主要 兩個重點 改過 第一個的話就跑個回圈 For I 等於1到 64 它會一個一個幫我下載 那中間這一段with到 endwith 這個是 下載的語法 那其實我只是主要把什麼 把這個I 放在這個index 的後面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串接 串接一個I 關鍵在這裡 那第二個是說向下放 向下放的話這邊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什麼呢 假設完全是空的 所以判斷A1是不是空的 如果A1裡面是空的 那 我就從A1 A1開始放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就向下追蹤 OK向下追蹤 比如說 放了之後請你把它往下放 那放這邊就要記得加I啦 因為不加I的話 它向下追蹤是追蹤到最後一列 那你加I的意思是往下 的一列 再把資料 放在那個位置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 其實我們就可以 把所有資料下載 然後並且刪除 我剛剛講的 多餘的列 就是日期列 特別注意 這邊其實 一個回圈 加一個邏輯判斷 裡面的話就是把那一列刪掉的話 我們只要找到那一列 你就把那一列 所以這邊有個I 點Delete就是把那一列 給刪掉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刪除列的話 那這邊主要會用到一個物件 叫Rose Rose的話就是列 列物件 刮斧的話後面就放一個 數字 點Delete就是把那一列給刪掉 另外還有就是複製日期 複製日期上個禮拜有講到 主要是 因為他日期其實 放的位置其實有點奇怪 所以我把那個日期放過去 那最後把多餘的列給刪除 每間隔兩個這三 三兩列然後再一直往下 所以這邊有個關鍵地方就Step-3 每間隔三個三兩列 每間隔三個三兩列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做什麼呢 做那個 就是 怎麼樣 把那個 還有個 後面我們還沒講到就是 我還有個地方 可能不足 因為如果你現在要統計的話 有個麻煩的地方 就是中獎號碼 他總共這邊六個 那六個號碼 你如果要怎麼樣 把這六個號碼分開來 因為他目前呢 全部六個號碼 放在一個儲存格 那如果你要做統計分析的話 很抱歉沒辦法 所以你需要怎麼做 把它剖開來 所以我的邏輯這樣 我是希望 可以幫我放在 乾脆放在特別號後面好了 所以這邊可以 一到六 所以你可以一 然後往右邊拉 再加 一到六 多一號 OK 那一到六好了 假設類似像這樣 我希望 第一步 增加那個 低蘭到I蘭 增加一到六的編號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幫我把什麼 把這邊的六個號碼 剖開來 剖開來之後做什麼呢 一個蘿蔔一個坑嘛 後面有六個嘛 這邊有六個把它剖開來 就幫我放到這六個 那剖開來 放過來之後的話 再把B蘭給刪除 那這樣 其實基本上就 達到我們要的結果 OK 那只是說怎麼做比較快 OK OK當然呢 你塗瓦連鋼 塗瓦連鋼的話 你只能什麼 點兩下 然後呢 Ctrl C Ctrl V 可是他太花時間了 當然如果你不寫程式的情況下 你可以用一個 所謂的資料剖析啦 其實如果像這種狀況 你要把 這邊的資料 剖到這邊來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用資料裡面有個叫 資料剖析的功能 資料剖析 那這個資料剖析 非常的好用 也就是如果你將來 你的資料呢 是用 某些符號做 一個分隔 然後呢 你希望把它分隔 切開來之後呢 把它丟到一個範圍的話 那你就可以利用資料剖析 而且 資料剖析 他還支援什麼 他還支援那個大範圍的 所以你第一步跟他講說 我那個中獎號碼 我就 Ctrl C 向下 我這個範圍裡面 所以你第一個先跟他講說 把這些所有的範圍的資料呢 都選取起來 OK 那選完之後做什麼呢 選完 選完之後的話 你要把它剖開來 所以第一步 記得喔 如果你要做資料剖析之前 先把有豆點的資料呢 先 把它 這個 選起來 第2步的話呢 再點選資料剖析 OK喔 所以第1步先選範圍 第2步的話 點資料剖析 然後跟他講什麼 跟他講說 我的 這個分隔符號呢 這邊有好幾個選 有兩個選 那記得呢 我們就選那個 所謂的符號 因為 這裡面的符號裡面 有一個是 所謂的豆點 那你又把豆點打勾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 底下 他也會示意給你看 如果你按照豆點 去分隔的話 他會幫你 切一條線 那Tab可以把它打勾啦 不取下來沒關係 然後再來按下一步 接下來的話呢 他會問你說 那你這個剖開來的資料放哪裡 所以這邊有個目標儲存格 那你只要把這個目標儲存格 指向到哪裡呢 他預設好像是這個 不對應該是這裡 我要把這邊的資料 剖開來之後呢 那目標儲存格指的就是說呢 你要放的範圍的左上角 那個儲存格在哪裡 那我的指向什麼 指向第2這個 OK所以你就選目標儲存格 那再 點一下第2 OK然後按完成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呢 他會迅速的把 這邊的這個 有沒有 6個號碼全部幫你 剖開來 剖到哪裡 你會發現 有沒有 14 尾巴38 有沒有他就全部剖開來 那當然呢 必然就不需要了 所以你可以按右鍵 把它刪除 不過 變成這個好像也 又是 怎麼講 就是又土法煉鋼了 所以如果我希望呢 全部 都 不要用那個 這個人工來做的話 那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部分 先試著完成 上個禮拜好像應該到 到這邊吧 那如果假設啦 你上個禮拜的部分 有些資料 知道有些城市有缺漏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參考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 應該是 第1段是下載 下載下來 然後在 這個是第2段 刪除那個日期 那第3段是 這個 複製日期 那第4個就是 刪除多餘列 理論上 應該是到這裡啦 OK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是在延伸到 增加中獎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剛剛那三個動作 包含就是中獎號碼 資料剖析 跟刪除逼欄的話 那其實就這三段 那我先用複製貼的好了 因為 這三段 OK 假如說我這邊 這 增加中獎號碼 所以如果我假設run一下給各位看 如果 我希望把它變成 城市的話 那當然呢第1個 1到6 那1到6的話 執行就是 這邊我用4J好了 4J等1到6 然後輸出到哪裡呢 一樣是第1列 這一加3的話 意思是說 加了3就變4 從第4 應該 到第9吧 然後把它執行 你會發現執行 這邊就會1到6的號碼 所以 這一段程式 基本上呢 就指的是什麼 幫我把那個 1到6號的 號碼 做輸出到這個範圍 那第2個部分的話呢 就資料剖析 剛剛做的動作 像我剛剛把它剖開來嘛 那其實你 假設 你不會寫那個資料剖析的程式的話 那有個方法啦 你就是做之前 你先做什麼 做那個 錄資聚集 有沒有 據名稱就要資料剖析啦 也是一樣可以把它剖過來 那我 錄完之後呢 可以把程式放在這裡 你會發現它就自動剖過來 有沒有 然後最後的話呢 把 把這一欄給刪掉 那這一欄刪除的話呢 基本上呢 欄的物件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們可能要 再多學一個物件 叫做colors colors指的就是 欄 那你刮符裡面的話 跟它講說哪一欄 有沒有 b欄 那 加一個點delete 顧名思義 就是把這一欄給刪掉 然後最後的話呢 colors.autofit autofit顧名思義啦 自動幫我調整欄寬一下 所以喔 如果我今天 執行這個 刪除 b欄 你會發現 b欄就不見了 那當然喔 原來的c欄就跑到b欄去了 OK 那autofit這個還蠻有用的 這一行 主要就是 自動調整欄寬 因為有些寬有些窄 那我反正自動 它除菌格裡面多少資料 自動幫我調整一下 autofit OK那你會發現它就autofit 自動調整欄寬 OK那請各位 試一下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部分 先完成到這裡 那待會呢 我們就是要統計一下 最後呢 到底 大樂透哪一個號碼 它的 這個 中獎機率最高